今天應該是說昨天晚間的時候 我們突然在深夜看到劇情的急轉直下 六福村出來認了 那當然就是說呢 他接到了這個沸沸的遺體之後 發現他的這個結紮的這種的方式 其實跟六福村這邊在做的 尤其他是說像寶綠類動物 其實一般民眾是沒有辦法帶去結紮的 所以通常是他們在做這樣的事情 那他才發現跟園區的沸沸特徵是吻合的 所以才宣布確實是他們 那先不要講這幾天 已經繞了多少次的這種不同的講法 繞來繞去 我們就拉回第一時間 那時候在募集的里長 他就有漏了口風 而且在報導都還找得到 里長也說是六福村要求他們去刪文刪報導的 而且六福村現在他還是要告獵人 因為他說他們沒有受益獵人開槍 不過這個劇情的急轉直下 然後你到底為什麼會掌握不了 這個園內到底有多少隻 然後有沒有脫逃 你只看 看起來沒有什麼脫逃 這機器都OK 好像沒有什麼問題 就不認為他是你家沸沸 我覺得當然 那確實這個猴群他這樣跑來跑去 而且他們這個我們叫做mobility 這個機動性很強的 不像有些動物就是天天在睡覺 或者天天這樣子很懶散 他們天天在開會跑來跑去對不對 所以是不容易這個掌握數字 但是我覺得你作為一個野生動物園 特別你強調的是保育這種 這有點類似這樣 讓他們有更多活動空間 而不是一個好像放在籠子裡頭或怎麼樣 那我覺得大概你就要花點心思 讓你這個就是你的廣告吧 我就說或者說你吸引民眾來看的目的 要跟你這個實際的management 你的這個管理要吻合 我覺得顯然看起來就不是那麼吻合 所以這是一個大問題 那當然就是說我們可能 而且就這個事情一發生之後 當然它是到處亂竄 可是你也要去想到 就到底會不會是一個危險 那到底危險的程度有多少 我覺得這個園區也應該去讓我們知道 就是需不需要用射殺了 如果說今天是一個很危險 我們這樣講好了 今天有很漂亮的動物狗的話 剛好就有狂犬病 萬一怕它咬到什麼流浪犬 你今天要不要做什麼決定 我覺得這些東西 你都要有一套SOP吧 應該要知道這個標準 我覺得這個大概是你作為一個 野生動物的這個園區 你應該要有的這個嘗試 跟你大概從各國得到 他們該怎麼樣來碰到這種問題 這個SOP你應該有一套說法 那其實讓大家比較不能接受的是 如果你沒有辦法確定 那就不要再一開始把話說死 然後接下來大家就一天一天 翻出來打臉你 但我們要來問一下政治責任的部分 因為農委會難道都沒有角色嗎 漢廷議員 陳吉仲今天最新的回應是說 脫逃沒有通報 那會請新竹市府開罰 但從頭到尾其實一直都有看到 農委會或是這整個 他們在裡頭該有的影子 但農委會現在繼續推 然後沒有一個單位要接球 我覺得這件事情最有趣的就是在 當這個沸沸這個不幸身亡的 這個第一時間 然後所有可以看到大部分的 綠營側翼 包括什麼周遇寇 王定宇等等支流 就一大堆這個民進黨的人士 就開始紛紛發文 然後就開始批判 你看這個桃園這怎麼可以開槍 這桃園的錯 試圖要帶起風向輿論 就是去利用這件事情 去炒作跟消費 然後要去攻擊張山鎮底下的 桃園市政府 然後底下的這些相關的局處 然後甚至是合照的專委 不過事後已經完全證明 這是完全與事實相反 因為開槍的也完全不是 桃園市政府的人 而且這個可能跟農委會 還比較有所關聯 甚至這個獵人 是聽從到了別人的指示 那現在有時候說不清楚 到底是聽什麼六福村的指示 還是到底是聽了農委會的指示 但反正不關桃園市政府的指示 因為桃園市政府當初所帶過去的是 這個麻醉槍 那所以現場的人員呢 誤以為廢廢是 對廢廢是 只是被麻醉槍打到 所以沒有發現他的異狀 所以才延誤了送醫治療的情形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最奇葩的就是 因為有這些綠營側翼的大作文章 或這些綠營的這種大肆的煽動 才會讓或者呢 才可能間接導致 這一場我們看到很荒謬的現象 就是竟然要對著遺體去做鞠躬的情形 對 獻花 這個十分荒謬 對吧 十分荒謬 那這種荒謬的情形我實在都懶得評論 就是疫情走了那麼多人 你們有同樣的標準去做看待嗎 真的有這麼關心人命嗎 那每一天我們這幾天才發現到 哇 我們的近海有這麼多的浮屍 那這麼嚴重的事情 綠營有沒有拿同樣的標準來看待自己相關 執政縣市下所發生的種種問題呢 都沒有嘛 所以你與其關心廢廢 你不如關心一下生活在台澎 基馬這塊土地上的人民 到底是有多麼的慘狀 這還比較現實跟實際 那第二層次我們才來談到說 就是動物園本身的管理問題 但現在在講說什麼 這個六福村責任重大了吧 我覺得這個也是太上綱上線了 就是動物園本來自己就要承擔這個責任 然後呢 或者講說 你看這個動物園呢 牠養死了很多動物啊什麼的 那當然作為人道 或者講說作為一個這種 有慈悲心的來說 當然動物呢 如果遭受到虐待的話 當然不是很好 可是呢 這本來就是 牠自己養的動物對吧 然後呢 牠要負責管理的責任 那牠的動物如果跑出來 造成在個人或者是什麼 有民事上面的損失 那牠就付出連帶的賠償責任 就如此而已啊 就現況下所有的法律 都是可以在做規範的 那未來牠如果想要避免說 哎呀 如果有什麼動物跑出來 抓傷了人啊 還要給人家賠錢啊 那牠自己就是要多花錢 然後增加管理的這些設備 跟增加管理的機制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 完全是私的行為啊 我認為跟公的行為 或公法或者講說公部門要 積極處理 我認為是有一段落差跟距離的 但是我們也來聊一聊 今天在這場記者會裡頭 或是記者會結束之後 我想應該是這個記者充分的 感到憤怒才會寫出這篇報導來 因為牠裡面寫得相當細 就是說今天早上六福村 召開完記者會 但是結束後禁止記者 在園區內採訪 而且必須照原路喔 回巴士上一頭離開 所以團進團出 然後整個氣氛他也提到了 記者就像是來到了禁地採訪一般 詭異的氣氛瀰漫 然後在園區內四處都有工作人員 在盯少在盯場 在岔路上面還拉有禁止線 避免外部人員進入到了園區 那當記者走到了動物區時 發現幾乎所有的觀賞窗內 全部都是空蕩蕩的 大概只有一隻長臂猿 還有幾隻這個紅鶴還沒撤走 其他沒有看到任何的野生動物 只發現我剛剛提到這些以外 那他們也有講到喔 就是指揮館聽懂人話的 但是呢聽不懂人話的 你卻無法掌握 然後呢我剛剛講到不讓你受訪 不能受訪對不對 那人一離開 馬上就會被發現 所以用這樣一個嚴格管控 團進團出 那大家就會覺得說 第一個你不像是今天 要出來致歉的單位 然後你現在才展現 你是多麼的嚴格控管 來不及了吧凱翔哥 我覺得六福生這種單位 當然他現在有很多遊樂設施嘛 但六福村他畢竟是個野生動物園 一個野生動物園管不好野生動物 請問一下你還有什麼存在的價值啊 或是你還有什麼資格 繼續存在繼續經營下去呢 所以我不曉得六福村 接下來會做什麼樣的危機處理 我希望是起碼看到 你們這些決策高層應該滾蛋吧 應該回家吃自己吧 你不要跟我說什麼清明年假 要來名字裡面有個沸沸的 進來都可以免費入園喔 很有可能喔 那有猴子的可不可以 姓猴的可不可以 猴友宜可不可以去 不要搞這一套 台灣人民也不要這麼禮貌又濫情 台灣人民應該要團結起來 堅持抵制像這樣子的二職企業啊 他就是一個二職企業啊 怎麼可以這麼不要臉啊 你去回想過去幾天 早在第一時間 大家就講說 這附近哪有人在養廢廢啊 那東廢廢不就是你有一大堆嗎 然後結果六福生出來怎麼樣 出來跟大家解釋 沒有啊 我們沒有少 我們還多一隻欸 我們還多一隻 這種幹話講的出口 我是不是上週跟大家講說 多匪於所思欸 他怎麼講出這種幹話 而且還說什麼 那個公讀生 不知道數了三輪嗎 然後反而多一隻等等的 不叫多一隻少一隻的問題 不是多一隻少一隻的問題 代表你根本就沒有掌握 你到底有幾隻廢廢啊 你現在說什麼 多一隻不是少一隻 你怎麼知道不是原來多兩隻 多三隻 多五隻 然後呢 倒掉一隻 搞不好還有四隻在外面 不知道在哪裡欸 所以這就是一個 這就是一個完全不負責任 又一點一點羞恥心都沒有 因為他同時還幹嘛 小編還在臉書上面 然後做那個梗圖 有沒有什麼 就是用廢這個字來做梗圖 還在那邊玩 然後一個二百五的劍湖山小編 不知道背後 是不是同一家公關公司的 還在那邊一搭一唱 現在劍湖山也被出爭啦 說你們小編是白癡是不是 你去跟這個劍湖山一搭一唱了 結果發現都在欺騙全民啊 所以他就是一個毫無羞恥心 也沒有專業的一個野生動物園區 我們難道不用去抵制他們嗎 難道不用他們知道教訓嗎 真的 馬上要連假了 不要大家又跑去玩了 然後好像一副沒有事的樣子 那你這幾天在餵費費抱不平 是在叉叉叉 所以我覺得太沒有企業責任 這件事情真的很荒謬欸 真的很荒謬欸 我到目前為止我看不出來 他有什麼羞恥心 或他要負起什麼責任來 那不然這樣的事業 就是讓民眾自發性的去抵制他 讓他倒啊 那可不可以剛剛說農委會的責任呢 我覺得農委會的責任 在這一局當中 我並不會覺得農委會要負最高的責任 我覺得還是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確實還是第一時間 應該要監管這個六福村 還有相關如果這個動物走勢的時候 所以農委會該負的責任沒問題 你就是立法委員可以去監督 但是也不要再去扯別的了 也不要再去扯別的 地方縣市政府 像桃園市的問題就是 就是專委走了這個我肯定 確實他不太失任這個位置 顯然他的政治 sense 跟他的專業都不是處理這些事情的 他好像說他是什麼農業科技專業 那你當初就不應該叫他來抓廢廢啊 那所以這裡面一定出了問題 用人的問題他可能不適任 好那這個部分在人的部分 直寫了這個我不再說了 那接下來是什麼 接下來是說 我覺得其實市政府還是應該開個記者會 跟大家公佈這個檢討報告 因為到現在我看了很多的媒體 說法都還不一致耶 到底這個獵人 為什麼會跟著這個桃園市農業局 要去抓廢廢的這個團隊一起行動 對 因為既不是你們請的啊 不是你們請的啊 那他如果 新竹市農業局也說他沒有 新竹縣也說他沒有委託 那他到底為什麼會跟著你們一起行動 那如果他不是你們請的 理論上來說這樣子的場合 難道不是應該要拉一個 稍微拉一個封鎖線 那不然怎麼一般賢家人等 嚴正生老師經過 哎呦 找廢廢啊 來來我也來幫忙 他也可以進到那個屋子裡面嗎 所以這 好啦也許過去沒有類似的經驗 沒有類似的經驗 那所以現在你其實要王廢捕牢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告訴我們 你到底打算怎麼檢討 先把完整的報告拿出來 這件事情怎麼發生的 怎麼發生的 獵人 我也覺得獵人一直在說謊 他說詞一直擺動不定 那官方的責任就是 就是必須運用公權力 讓他把實話給講出來 你起碼錯已經造成了 你要告訴我們錯誤是怎麼發生的 接下來就訂定SOP 未來再有脫逃動物的時候 甚至可能是比肺肺更兇猛的 又或是比肺肺 相對來說沒有攻擊性的 那該怎麼處置 就是一個三段論嘛 你先道歉止血 接著呢查明真相 最後你告訴我們怎麼改進 所以我覺得陶威市政府到目前為止 第一項看起來是做了 第二項第三項 我們大家還在等著你 不要輕忽這件事情 綠營網軍有沒有刻意要洗這件事情 當然有很明顯 腹澡成績很深 但是不要忘記前面有人上山打老虎 夏天捉泥鳩最後怎麼樣 最後就落選了 不要輕忽這事情的殺傷力 為什麼 因為這件事情是一個沒有什麼進入門檻的 就算一般不關心政治的人 也會知道說你連一隻肺肺都管不好 你連一隻肺肺 然後呢就是要去抓肺肺 然後你就把它殺了 這種事情 你連自己人小事都做不好 這件事情是會有傷的 所以我覺得陶威市政府不要輕忽 先不用想著說 你怎麼不怕農委會 你怎麼不怕綠營網軍 你把自身做好 你就不怕人家洗你 你也不怕 你也就是相對來說 你比較容易止血 所以OK好嗎不要輕忽 那也請大家馬上廉價要放了 六福森這家企業 必須要他扛起這個社會責任 要他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而不是就是這麼相怨的 大家就輕易地原諒他了 不用錢的保證找頭路 分苦好找在地人 求職便利通 求職求財都輕鬆 求職便利通 便利商店 免費拿免費看 求職便利通 手機買通喔